11月5日,美国仙界文化创办人萧培桓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正式推出首部原创英文武侠漫画《高手》 该作品由萧培桓创作,讲述了一位青年华裔女子 在机缘巧合下获得中国传统少林武功训练的传奇旅程 她的第二部作品《仙剑传奇》 改编自其父萧毅先生的同名小说 该作品被誉为仙霞小说的开山之作 第三部作品则是萧毅最受欢迎的武侠小说之一《甘十九枚》 这部小说曾经四次在中国、香港和台湾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这三部作品都将在2021年6月前陆续推出 其实今天做这件事情 我首先希望跟大家分享一股力量 一股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说正能量在推动的一件事情 能够代表我们尤其是美籍华人的这么一种心思 还要对于我们自己文化的一种相信和理念 然后在这个时候把这种精神作为精神粮食 跟西方世界、跟全球观众来分享它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思来做这件事情 新界文化的团队包括漫威史诗漫画执行编辑 异形帝国和奇异博士的编辑卡尔波茨 他表示新界文化对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 并创造出了受到亚洲传奇启发且融合武术哲学的精彩人物 他期待为新界文化的故事宇宙出一份力 新界文化此前通过在线众筹平台Kickstarter 成功地为高手的发行打下了基础 该公司还将根据粉丝反馈 以及在线和线下活动的互动 对内容和平台的匹配做出决策和调整 新界文化将以漫画作为项目开发和营销的引擎 并逐步通过优质的电影和电视内容、游戏 以及在线和离线粉丝体验活动来触及全球观众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